上課,我總要介紹一下,《東方文化講集會》 《天一社》 人世間的,來自於世界的一些基本的道理 《經典》 《經典》是古人的智慧記錄 這些智慧往往都傳了幾千年 所以它裡面有悠久的深遠的內涵 大底而言,在近一百年以前,這些經典的價值是不遍被承認的 所以沒有什麼問題 大概到了近一百年 因為西地東建的關係 很多人就從根本上的懷疑了這些傳統的經典 乃至於掀起了各式各樣的運動和革命 可是百年來下來,就發現 這些新的運動和思想 所宣導的、所提倡的各式各樣的理念 似乎也充滿了問題 這些理念 無論是馬克思主義 社會主義 自由主義 國家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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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近現代的 通常是來自於西方各式各樣的思想 不是說它沒有它的價值 它也有各有各的價值 也各有各的成就 但是呢 總的來講 它首先 好像很難以解決 我們人生的問題 這不僅是在我們東方如此 在西方也是如此 西方的這些主義 從十八九世紀一路流行演變過來 它是解決了很多問題 不是講思想史的 講歷史的 所以我很清楚地知道 他們在人類歷史上 曾經幫助大家 達成了哪一些重要的目標 是很有貢獻的 可是呢 在最核心的根本的 關於人生的問題上面 乃至於關於家庭的問題上面 乃至於關於家庭的問題方面 關於人怎麼跟這個世界 如何好地相處 這方面來講 始終沒有好的答案 那西方人原來 這個主要是靠基督教 來撐起他們人生的意義跟價值 也給予他們關於生命的 基本的 意義跟價值的答案 可是呢 近現代的西方 隨著 科學的高度的發展 宗教對人的吸引力日益下降 所以 在西方就產生了 一種意義跟價值的危機 那我們今天在這裡讀 東方的古老的經典 並不是要否定前述所說的 各式各樣的主義 它各有它的價值 我們這些老同學都知道 我是很贊成 這個科學 自由 民主 對於社會主義 乃至於馬克思主義 也有相當的同情的 可是呢 我還是認為 人生的核心 難以建築在這些事物上頭 反而是 我們要用 我們自己的傳統經典的 這些核心 價值 來幫我們安定 我們自己的生命 幫助我們找到我們自己人生的出路 同時呢 也吸收 近現代的 這些各式各樣的好的理念 跟方法 這可以讓我們的文化更上城樓 這可以讓我們的文化更上城樓 這個學而實習之日不亦樂乎 這個習 是鳥朔飛也 就是鳥不斷地在練習學這個飛 我們東方傳統的這些智慧跟思想 它不是跟你在那裡論辨的 當然 老師在唐上也會講解 但重點來講 它是一個 人生的一個智慧 是不是真的 要你自己去練習 要你自己去實踐 你不透過實踐 它真的對你也沒意義 它是不是真理也不會知道 它是不是真理也不會知道 因為人生實在是太複雜 這個道理可以 論辨的這一個角度 無窮無盡 你可以從各式各樣不同的角度 來論每一樣事情的道理 或這個理念的得失 這個講不完的 可是 一種道理 對於我們人生道理有沒有價值 你要去做做看 你才會知道 因為生命的複雜度 聽懂意思吧 當然不是說不要理解 否則我們為什麼要講呢 講是幫助大家理解 但講完了 你們更重要的是 要去實踐 所以叫做講習 古人的話 不是喜歡講那麼多 也不喜歡論辨那麼多 也不喜歡論辨那麼多 孟子 孟子說與幾號變哉 我不得已也 他算是論辨比較多 可是孟子 孟子 一本書也其實沒多少字 以我們現代的標準來講 如果你跟亞里斯多德全集相比的話 常常很多人把孟子跟亞里斯多德 講 我的天啊 亞里斯多德的那個全書 大部分都已經一詩在歷史裡頭 光留下來的東西 也讓你昏頭髒腦 這個份量沒法相比的 因為他要詳細的論證 還要詳細的 還有很多實驗的 甚至於 不能叫實驗 至少是觀察的佐證 所以這個學問的路數不一樣 他主要是講 生命的這些根本的 核心的這些智慧 所以呢 這個 要講 可是呢 同時還要習 如果你不習 你是沒有辦法知道他的真味的 所以叫做講習 也就是說 儒家的傳統 乃至於儒士道三家的傳統 都特別重視實驗的 莊子乃至於說 有真人或有真知 你不是真的 實驗所得的 你就不是真知 看起來平常 主要知道儒家的這些話 看起來平常 不是什麼驚人之語 可是你做起來 就發現可不容易了 那真不容易 然後這個中間有 極多的講究 極多的學問 所以要重視 習的 學而實習之 不斷地練習 也要探索 也要思考 學而不思則往 思而不學則代 要學要實 要實 實踐 天得意以輕 地得意以尼 以您 基本上 所有的道理 最後是浮湊成一個道理 這道理 是從我們心中 發出來的 是當我們的內心 是當我們的內心 回到它本然 安事的狀態 它對應天地萬物 它自然產生出來的 所以 一切的道理 不離開 我們人本來的本性 不離開我們的本性 也對應於 這個世界的自然 本然的道理 古人從各個角度來說過 這個道理是一個道理 那我們就要探索 這個一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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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核心 這一點 如是道三家皆然 都是看重心的 像論語裡頭 手中這個人 人 也是從我們心 發出來的 莊子說 其神靈 我們做任何事情 面對任何事情 要精神專注 這個心神要寧定 是 勿不辭力而勿不收 他這個是 讓一切的 事情都要安頓的一個法門 禪宗 講當下即是 當下 一心 發出來的 當下即是 不將不贏 印而不長 過去的 不把持 未來的 不紀律 不計算 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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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者不知其 赤子之心 小孩子做什麼事情 是非常 一心在這個上頭的 全身關注 靈定在這個上頭 功夫久了 什麼樣的功夫呢 簡單說 先跟大家講 我們 學 道的一個根本的功夫 如果我們用二成的話來講 就叫做涵養須用靜 涵養須用靜 主於一無事 主於一 沒有其他的 事 如果你有二成的話 我二心 就是對他不尊敬了 一心在上頭 甚至於像面對神明一樣 好比我們在面對神明的時候 你哪裏敢有二心呢 我一心對這個事情上頭 所以 主一無事 之未盡 任何時候 都是一心 全心全意地 在我 現在要做這個事情上頭 我眼前正在做這個事情上頭 在面對你眼前 你該做的當作事情上頭 你這樣下功夫 久了 一些事情就清楚了 就天清地明了 我們現在一般人的心 都是很雜亂的 混亂的 很多事情搞不清楚 看不清楚 為什麽呢 因爲這個心思 從來都是糾纏在一堆的 故那各事情想東想西 每一樣事情都參加了好幾個因素 每個因素都看不清楚 家在一起就更糊塗 腦子一團亂 生活也一團亂 這樣不行 明白意思吧 所以 我們要 回到天給我們原來的這個一 首先 要從 主義無事 用功夫 久了到一心不亂 然後 凡事 都能夠其神靈 當下即事 處理所有的事情 注意說 這不是禪中的道理嗎? 二臣可是儒家的大宗師之一 涵養虛用靜 涵養虛用靜 其實跟當下即事 到底是相通的 只是 它是肯定生命的 無常 不應當 煉拙 無生人 無生 除此之外 其他 尤其禪中 跟儒家 很相通 所以 我們叫天一社 是要探索 這個一 生命的一 心靈的一 這個世界的一 是要探索 久了久了 這個事件就看明白了 先從自己的心 做起 這是關於這門課的一個簡單的介紹。 這是關於這門課程的介紹。 這是關於這門課程的介紹。 子欲居久宜 古人不來個系統化的論述 子欲居久宜,或曰漏孤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漏之有。 子涵 子欲居久宜,東方之意有九種,欲居之者,亦稱服海之意。 子供曰 孔子覺得,他的道難以實現。 前面一章 子供曰 子供曰 子尚 子供曰 子 Вс 子 或曰漏如之和,子曰:「君子居之和漏之有。」 從今來的這些聖賢,一再地有這樣的感慨。 中原各國打來打去。 明明不行,但是也並不用夫子的道理。 前面一章 子宮問他,說:「夫子,你像美玉一樣,你要不要求善骨而孤諸? 你要不要讓好的商人,給你好的適當的價值,來用於事呢? 換言之,你有沒有用事之心呢? 或說:「我是很有用事之心的,可是我代骨則也。」 可是沒有辦法。 儒家的聖賢從來不忘舊事, 可是他絕對不會往道。 本始者估:「夫子為繁漏,聖,且雁頌各的其所。 孔子周留四方,參戶考定。 禮儀,與詩更樂有關。 何以故,關於這點,節目先人有特別考證和說明。 雅宋,這個特別是用在宗廟的。 宗廟祭祀,是整個周朝建立他世界秩序的核心。 報本凡史,要知道我們這一切從哪裡來? 今天天下的秩序從哪裡來? 祭祀文王,要遙講周代的先公先王,也要記文武之德。 周朝人的這個世界秩序,跟當時的家族體制、中法制度分不開。 大體而言,華人社會一直到清末民國,主要都是一個家族的社會。 祭祀文王,要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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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 那其是曰本凡史的道理。 西方的世界秩序,主要是建立在宗教上投利,譬如埃及,兩核皆然。 而華人社會既然不是一個宗教化的文明,那他人生的真定在什麼地方呢? 在古人來講,報本凡史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今天,我們這群人怎麼來的?我們這個國這個家怎麼來的? 周禮的核心,是不斷地大家一起在懷念、紀念我們這個國這個家怎麼來的?他們有什麼德行? 無自謂凡魯,然後躍正,雅頌各得其所。 那與此同時,自也是夫子,他知道他的道不行。 周遊列國,大家沒法用他的道。 三詩書,定禮樂,作春秋。 詩書禮樂,春秋。 詩書在前。 ⋯…… 古黨女。 caracter每個守禮,和身為一路大銀。 汇書,分長出如有聖 during ==== 川氏 state screaming,禮樂。 梟話,分生意。 聲稱主義。 他不像我們現代人,覺得我有一番思想要寫下來。 博拉圖的對話錄,經常是以蘇格拉底來表現的,其實應該是柏拉圖自己來寫的。 孔子曰:「岳正雅宋各得其所。」 周禮,周代的禮樂。 孔子曰:「以詩書六憶教。六憶,禮樂ener義書書。」 這是周朝人的正教、記憶。 他自己並不怎麼作書。 當時的國家大事,世界大事。 有的稱功,有的不稱功,有的用發,有的不用發, 用各式各樣不同的字來表達。 他對這個事情的看法。 其文則史,是用盧史的舊文來寫的。 其事,則其環盡文。 他記這個其環盡文公當時的種種的事情。 他自己呢,只是在中間透過了筆著筆,消著消,來表達其中的唯言大意。 換言之,孔子自己並不住宿。 他要傳達的是,周代的政教,周朝的政教,中間蘊含了什麼樣的道理。 是孔子uther 第二。 我說孔子 wahrscheinlich 休惑文,在無從周之中。 可明他對ün人而樹萬人也有聞到, 《三代理》的因格 體會、思考、其中間的道理,然後用教術這一些智乎以來傳下的經典的方式,來告訴後人的道理。 《三代理》的好處在於空言,是就一個在歷史上已經非常有成績的文明的展現去思考、去反省、去提電中間的道理。 而中華文明已經演化了將近兩千年,至少一千五百年。 在孔子之前,已經有不斷地有夏商周三代的文明,透過孔子的整理,提電思潮,然後講出他中間的一貫道理。 《瑜伽 humans 》 《沙商, 》 《最優 》 《瑜伽 》 《業正 》 《雅 宋 》 《瑜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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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致祀 》 《梁 》 《沙商 》 《修 》 《《粵》 《爬 》 《三師 書 定理業作 春秋》 《虎世 》 《往後悔 》 孔子晚年 詩篇之分雅宋以體制,樂之分雅宋,則以音律,正據樂章,如陸名,奏語相飲酒,相設,燕禮清廟,奏語四文王,大長帝,天子陽老,兩君相見之類。 詩文王,大長帝,天子陽老,兩君相見之類。 我們今天靠一套法律,歸訓。 他不是一種熏陶式的,古人這個禮跟樂是熏陶式的。 樂證、雅宋、各得其所,看重樂章和音律。 亦深無旦中華文化 和聯經故式的。 重視禮,重視樂。 我們有讀讀古書,讓我們的生命還多一番的情調。 我們的政治是選舉。 哪裡來的怨能打個電視草,又要死。 互相罵來罵去,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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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上到下的管制 你多一個古典的,可以幫助你反省 哎呀,可以不這樣 或者至少可以加入其他的東西 我們至少要知道 女子通話非常重要 吳智慧煩惱,然後躍正雅宋各的其說 孔子特別講這句話 周公治理作樂,就是跟雅宋各的其說 為核心所開展出來的 後來比較繁複的周禮 一開始的周禮就是以雅宋為核心 所以這裡是講悅政雅宋各的其說 為什麼不談其他的呢? 三詩書定理樂作春秋是後來人講的 孔子自己講是悅政雅宋各的其說 可見這是周禮的核心 這條件無所謂 既講經歷,也講歷史 也講他對今天的意義 先要從歷史上去了解這個經典,然後進一步地要說它對我們今天可以有所謂的意義。 子曰:「出則是公卿,入則是父兄。喪事不敢不免,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子曰:「出則是公卿,入則是父兄。喪事不敢不免。」 子曰:「有碰到喪事,不敢不免盡我力。」 子曰:「可見,喪事是其中首要的大事。」 子曰:「慣婚、喪、季。」 子曰:「慣婚、喪、季。」 子曰:「婚、結婚。」 子曰:「喪。」 子曰:「喪跟季。」 子曰:「道是而嗎?」 子曰:「喪跟季。」 子曰:「:「未婚。喪跟季。」 子曰:「喪和喪,戴。」 子曰:「禁之日,喪跟著。 子曰:「貴。」 家族社會的核心,是喪失,是濟禮。 家族社會的特色是,一切離不開這個家族。 入者是父兄。 商事不敢不免,不為酒困。 商朝人很困於酒。 周常人一開始就叫大家不能太喝酒。 禮氣裡頭,酒氣還是很多的。 大概貴的酒飲酒還是不少的。 燕飲很多。 燕飲多的時候,人有的時候,人喝太多了。 不為酒困。 何有於我在。 這些事情對我有什麼困難? 這個在當時,可以說是一個很基本的,當時世代復的生活。 這些地方,相當的一部分,離我們現在比較遠了。 我們現在不再是一個家族社會,而我們現在不再是一個家族社會了。 雖然我們是一個擴大變成一個國族社會了。 不過,不再是家族社會了。 我們從這裡略知以前人生活的這一面是最好。 孔子不光是這個,他從中間講出了許多人性、人生的普遍的道理。 子在川上,曰:「是者如師父,不捨奏業。」 子在川上,曰:「天地之化,王者過,來者敘,無一席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 子在川上,曰:「王者過,來者敘,無一席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 他甚至無兮一席之停。 天地造化 poorest的本然是上帝 古教徒 主要也是講神靈 大底全世界的文明 尤其後來的大文明 主要都是在講神 而 中國傳統 或者華人傳統 講什麼呢? 天地之化,亡者過,來者虛,無一些事情 他講的是一個造化自然 這個其實一開始是道講來講的 老莊這麼講 孔子 有的這麼講 其實孔子並沒有特別這麼說 《論語》裡頭我們怎麼發展外 孔子並沒有發揮這一番 天地自然的這個話 這是道家的 可是為什麼後來人認為 孔子的話呢? 《義傳》也是這麼講的 《義傳》也這麼講 《義傳》也這麼講 這個五所聲地 其實ắc refused 也這麼講 《義傳》也這麼講 《義傳》也很講 為之生,焉之死,子不與怪力亂神。 其可指而意見者,莫如川柳,故以此發以示人。 異學者,思思省察無毫髮之間斷也。 在諸子而言,是認為孔子是用這個東西指指道體。 宇宙的本體就像這個川柳一樣,我們要時時省察,要認識到這個天地造化,是五毫髮之間斷。 我們人也應當學這一個造化,讓我們的生命也合於道,無毫髮之間斷。 孔子,乃至於中國歷代爐子,喜歡講天地大自然。 孔子其實,論語裡頭有不少地方,都在講天地大自然。 子在川上約,誓者如師父,不捨昼夜。 大體而言,孔子對此有相當的感嘆。 理學家的發揮值得注意的。 其實理學家這般發揮,是融合了儒是道三家的道理,尤其是儒道兩家的道理。 而後來到今天,也一千年了。 所以,他就成為這一千年以來,乃至於我們說從異傳以降,中國人普遍認為宇宙的根本的道理。 所以當然還是值得我們認去。 底下說,陳子曰:「此道極也,天運而不矣,日往則越來,寒往則越來。 含貴只有 supervisor。 天允怎麼說,天運而不矣,日往則越來。 天運而不矣,太陽下山,月南又上來。 孔旺則數來。 日為陽之經,月為陰之經,古人這麽看的。 白天過去了,晚上就來了。寒過去了,則暑來了。 水流而不息,勿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御乎昼夜未常已也,是以君子法之之強不息。 法天是不斷地這樣,一陰一陽,一動一靜。 哎呀,我人也要這樣。法天而自強不息。 寒來寒往蜀來,日往月來,水流不息。 能夠觀天地造化,九二九十就懂得天地中間這種純意不已的力量。 而不是只有我們人這樣。 以前人法天地造化自然的。 這很重要。 我們要多親近天地自然,多看看天地萬物。 這對我們人很有影響的。 我們退一步講。 如果從眼花上來講,這個幾百幾千萬年來, 人類,當然只有幾百萬年。 不過之前,如果眼花有,還有之前的祖先, 他跟這一個天地萬物,本來是有密切關係的。 所以他的很多的機能,要再跟天地萬物相往來的時候,才能夠良好地成長、發展。 其實有很多的研究,好像就發現說, 尊敬你有沒有時候常常看到,說, 人啊,不能夠都是無菌耶。 如果都無菌的話,你很多機能就沒有辦法發展了耶。 人好也要接觸泥土。 如果沒有泥土裡的某些細菌接觸到, 人會生這樣或那樣的毛病。 人不能老觀在人為的環境裡頭。 所以我們跟天地造化之間,是有一種密切關係的。 不光物質上如此,心靈上也是如此。 你要常常觀天地造化。 生命才會健康。 以前說這是道體,不隨便說的。 淺地講,要跟天地萬物多親近多往來,人才會健康。 深地講,天地萬物的那一個道理,它是雄魂不移的。 照我們現在後來講,它幾十億年了。 照以前來講,它是橫長如是的。 人類的做法呢,撐不了多久。 常常幾年出問題,幾十年出問題。 一個朝代幾百年就出問題。 它沒有辦法像天地造化那麼悠久。 我們現代人覺得最了不起了。 工業革命如何如何。 才不過兩百多年,我們現在覺得危機了。 可能我們底下會把地球給毀了。 無論是核爆,還是大氣,還是能源,各式各樣。 所以,我們人這麼搞好,不太行。 天地的道理才能夠悠久。 所以,當然我們要以天地為道體,不能以人為道體。 那要不然你是宗教文明,你以神為道體也可以。 這是一種做法。 他有他的德,有他的詩。 我們的文明是以天地造化為道體。 甚至於我們人生的心理, 我們要以天地造化為道體。 我和天地造化為道體。 我和我寫說是個有問題。 有這個問題,如一所說。 我和天地的道理。 我正在他,要不然能夠悠久。 是以君子法治,自強不息,及其自也,純意不以焉。 你才自然,力量雄魂廣大,又輕鬆自在。 作者的心態越來越糟糕。 因為究竟而言,來回到這個道體。 六曰:「自漢以來,如者皆不識此意,此見聖人之心,純意不以焉。」 所以,漢朝人不是不法天, 但是漢朝人講的陰陽五行,天運,天道種族,不太為宋朝人所認可。 宋朝人要講出一種形上的道體,本然的一種無限的根本的意思。 所以,他不采取這個說法。 所以,他從漢語來,都不是此意,此見聖人之心,純意不以焉。 純意不以,天德也。 有天德,便可與王道。 從了天德,還有王道。 天廣大悠久,無私。 所以,王道也是廣大悠久,無私。 公正公平。 不偏私的。 天為什麼要偏私呢? 天會特別照顧你,還照顧我呢? 不會啦! 有天德,便可與王道。 其要,只在於禁讀。 禁讀。 禁讀。 禁讀 ny … 聖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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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此自天中,皆緬人凈酌不移之此 從這裏往下,緬人盡學不宜之詞。 詩者如詩符,不捨奏業。 詩者如詩符,不當言不止奏業。 不捨奏業,由言奏業皆然。 年事不停,如川流之常亡也。 或說,本篇多有孔子晚年語,如鳳鳥章、美玉章、九宜章、第十章。 生不用道不行,歲月如流,持勿商事,蓋商道也。 詩者如詩符,不捨奏業。 或說,至本章以下,都免能盡學知其兩說皆得子。 詩如詩,到底是說,是此章非正解。 詩者如詩符,甚麼不餸車。 詩符, mining也。 詩符,此要不佔祈儀。 詩符,此行至法拉復之詐。 詩符,此行至法拉復之詞。 詩符,此行至法拉復之字,死者。 詩符,此行至悼之詩信。 詩符,此行至法拉復之詩,斯詩符。 詩符斑,此行至法拉復之詩守之詞。 詩符,此行至法拉復之詩符 sana復之詞。 就連盡最後的拳擊本。 前仙人生前的版本。 個《義絡》的影響。 儒家有這個意思。 尤其是宋長人這麽講,這又一千年了。 這一個意見也很重要。 孔子的道理不違背 孔子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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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T.0